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议题呢 是美国FED在11月4号 刚刚公布的缩减购债额度 我想这个议题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还是有点陌生的 因为过去我们非常习惯 听的是一项QE啦 货币宽松这一类的东西 不过这一次11月4号的凌晨 美国的FED终于继8月份的提醒之后 正式公布 他在11月份开始 会缩减所谓的购债的额度 150亿美元 其实这个事情总算敲定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一次他同时还宣布了 要把基准利率维持到0到0.25% 其实还是相对非常低的 而现在每个月购买的公债额度 还有1200亿 所以150亿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 不过在开始这个议题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何谓缩减公债的购买额度 因为事实上呢 其实这跟QE是有关的 过去年呢 其实就是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开始宣布所谓的宽松货币政策 或者是QE的时候 主要是透过购买所谓的金融资产 就是MBS 就是房贷的购买这些证券 还有所谓的购买所谓的美国的公债 来压低整个市场的利率 然后让整个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这样子才顺利的让整个疫情的爆发 没有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运作 而事实上我们要讨论几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次的所谓缩减美国公债的购买额度 到底对整个市场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不过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其实在8月中 鲍尔就已经正式向市场说 他会考虑缩减公债 不过呢 对升息大家要有耐心 所以这一次的沟通技巧 显然比8年前的2013 当时发生的Tapetentron 就是缩减的恐慌 它的整个沟通技巧要来得好 那另外呢 就是说这一次的缩减公债 为什么金融市场的反应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呢 因为呢 其实这一次缩减的额度 150亿 相对于1200亿来说 其实还算是不大的 而且这一次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 美国的FED 不像上次Bemberneck 来得那么匆忙 那上次Bemberneck 只是稍微透露了 它可能要缩减公债 整个金融市场就乱了 那这一次在8月中 就已经打了预防针 所以在11月正式公布之后 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 正面来说是居多的 那另外第三个就说 那会不会影响 整个的资金行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这一次所谓的印钞 或者是纾困 其实不是单纯 只有美国在发生 其实全世界的央行 都有同样的动作 所以全球的资金 其实现在来说 还是超级宽松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即使美国率先 开始缩减 所谓的公债购买的额度 其实对于资金行情 我觉得短期之内 影响是不大的 那第四个就对美元 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过去六个月 美元已经相对来说 是走强了一段时间 而我过去说过 其实美元走强 来自两个因素 第一个大家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避险 那美元体系里面 这两个因素 本来是在天平的两边 互相去平衡 不过因为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的经济 相对来说 复苏的情况 或者经济数据 确实是比较好 即使到今天 那加上呢 其实新兴市场 有一些隐忧 那上一次 Tap 10 Trump 也是新兴市场 开始不是那么健康的 外汇存抵 造成资金外流 所以这一次相对来说 我觉得美元走强的情况 短期之内 是不会松解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 DBS的一个公布呢 他们也是认为 到2022年的年中以前 美元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走势 可能还是往上走 那第五个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我们要看 这个所谓 缩减公债的宣布之后 会不会影响 全世界经济的复苏 那事实上这一次 全世界经济的复苏 之所以受到影响 并不是单纯因为 资金够不够 其实还来自于 所谓供应链的阻断 还来自于 所谓的就业市场的 不如预期 那这些情况呢 其实FED也非常 明确的告诉大家 再过来 他会特别关注 这两个议题 那这两个议题 其实到底能不能疏解 才会是经济复苏的 最重要问题 那相对台湾来说 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央行的动作 也频频 代表央行也开始感觉到 其实央行必须有一些表态 那台湾这个市场 简单来说呢 有因为有科技业 相对的一个 很好的fundamental 加上台湾的金融市场 相对来说 是比较属于 封闭型的一个市场 所以其实 缩减美国的政府 供债的购买额度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短期之内影响不会太大 那我们看到央行 其实在最近几个月 已经开始有一些 特别关注市场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inflation 物价也好 确实输入型通货膨胀 有一些蠢蠢欲动 我们看到很多的 进口的物价成本 已经开始在动 那我相信资金短期之内 在台湾 因为台湾还是有 不错的基本面 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议题 我想对台湾来说 在2022年之前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我比较要提醒的是 台湾因为一直有 很多的政治的 这种议题或杂音存在 所以这些政治议题 跟杂音存在 反而对于一些 所谓FDI 就是外国的直接投资 还有台湾的 所谓股票市场的外资 会不会有动态 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 以上就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讨论 有关美国FDI 缩减美国购买 供载额度的一个议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